哈嘍 各位好 歡迎來到安迪的遊戲頻道 今天跟各位帶來的是一場朝鮮人的比賽 而且我們這個是天梯觀戰 就是我去找網路上高手的對局 也就是說這場呢 是一個高端場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現在二代的高端場 搭起來是甚麼樣的感受 對抗是CL戰隊的Dark Noob 然後波蘭人 那這個 朝鮮這邊的是這個BL4CK 這叫Black嗎 我不知道他這個拼音要怎麼發音 不過不重要 總之這就是一個高端場的比賽 那這張地圖呢 特別也挑了一下 在黃金谷 黃金谷 這應該叫 這之前叫黃金谷嗎 還是這叫韜金草啊 沒有忘記了 反正就是一個中間是凹地 然後黃金石料都會集中在中間的一張地圖 那這張地圖呢 搶中間的資源是極其的重要 跟之前 就是我剛剛提過那個超超金草的地圖 也是 類似的概念 就是你家裡的黃金 非常的稀缺好不好 只有三片 就左邊三片 右邊三片 就六片的黃金礦 那木頭的資源相對還是比較多嗎 那肉的資源也都是比較正常 所以這張地圖最關鍵的就是你怎麼樣去佔領下面的資源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戰略位置 而且通常會下一些城堡啊 城中心來這邊去做一個防守 有時候也是會看到比較偷的會直接在速成 然後直接給你再造一個城堡在這個地方 給你壓制你的這個資源點 正常見 那這場比賽呢 非常久非常久沒有看到這個朝鮮人哦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介紹一下朝鮮人的特性 防禦跟海軍文明 那村民村民的視野可以加三 這個是非常不錯 石礦弓採集速度提升 所以朝鮮人是非常適合造這個塔弓或是塔房的 劍塔還可以免費的提升哦 所以他只要生十代之後 他的獵王塔就可以往上升成劍塔 那就反正很划算了 因為二代的劍塔嗎 你往上升之後的那個效益是蠻高的 你看這個地方塔七百血五攻擊 你是要大型劍塔 防禦劍塔之後就是七百一百一千五百滴的血 然後七點攻擊哦 你看這個傷害加二 然後 哎 遠防加一近防加一 重點是血量直接多了一倍以上 就是從七百變成一千五 再往上升還可以生成大型劍塔 也是說如果你遭到帝王時代 朝鮮的這個防禦劍塔 會直接免費生成大型劍塔 那這個東西一般來講 在正常對局中不太會去生 因為資源比較吃緊 但朝鮮就是有這個優勢 所以他的 帝王塔戰術是可行的 再來就是他的工兵護甲升級免費 這是之前某一次改版給的 就是讓朝鮮在前期打工兵的時候會非常有優勢 因為他工兵的護甲升級是免費的 然後再來就是軍事單位 就除了工程器之外的木材費用-20 所以他的工兵又更划算 他的木材一開始的耗量會比較低 那大家都知道在 城堡之前這個木頭也是相對比較稀缺一點 特殊單位是馬戰車還有鮭甲船 那鮭甲船當然就這張地圖我們看不到 這張是黃金骨 馬戰車的話經常也會有朝鮮用這個馬戰車的戰術 我們之前都有看過 那對這場比賽我們就來看看這場朝鮮是要怎麼打 那科技的部分 銀罐跟金罐分別是這個六王塔的 這個射程可以加二 然後投擲器的話是青頭的 就投擲車系列射程可以加一 所以以前的朝鮮這個投擲車非常強哦 那應該是有改過 我記得是不是以最早以前這個射程 是比較遠還怎麼樣 我有點忘記 反正現在朝鮮就是 總之如果你研發這個金罐的話 就是射程會再加一 投擲車射程再加一其實也是真的蠻厲害的 那因為他團隊加成又可以減少這個 投擲車的最小射程 所以他的投擲車算是 如果文明裡面算是比較偏強的 我們來看一下科技的部分 朝鮮的話打工兵也是極其常見 所以他強弱火槍重裝馬 拇指環這邊都是都是有的 那馬工的話少了安息人 在帝王時代會比較偏弱一點 冰銀的部分呢全科技都有 然後馬舊的話少了品種 那有匈牙利輕騎兵跟重重裝騎 但少了品種就半殘 工程器的部分呢有火炮 所以在進攻方面會非常理貨 是每次都會講這句話 然後每次都會很說啊 每次講那麼屌 好像也沒人解僱在用 因為他本來火炮在升級的 就是在生就是在生時代過程中 本來就是一個很貴的單位 因為你要升化學啊 你要升學院就要再升化學 然後還要再造工程所 然後工程所還要造火炮 然後這火炮又要225 225的黃金跟225的木頭 他要比巨頭要再貴 這個一點點錢 所以這個東西本來就會稍微比較少出 但是如果有出的話火炮真的是 蠻難對付的一個目標啊 重頭不用說了 因為朝鮮本來他的那個頭車就是專精的部分嗎 兵工廠的話少了這個古風爐跟鐵 鐵鎧甲就是馬凱山跟這個進攻山 所以他後期的這個 進戰的單位 尤其是騎兵 跟他進戰單位都稍微偏弱一點 所以打工兵是蠻常見的 然後 哎我們直接看經濟 經濟部分就少了輪根好剩下都有 ok 那對手呢 因為是波蘭人哦 相信可能有些人很久沒看二代了 或許會想要知道一下我們看一下波蘭人 波蘭人的話是村民可以回血 這個可有可無吧 我覺得被騷擾的時候可能還蠻好用的 那他是屬於騎兵文明 就是他有波蘭翼嗎 我們之前有帶過這個波蘭翼 就是到後期之後他的肉馬也算是非常強悍 大莊園可以取代魔方 然後實況工可以採鑽石料之外呢 還可以採額外的黃金 就很像四代中國那個收穗的這個概念 然後就可以額外採黃金 我們之前也算過這個效益嗎 其實也還不錯 好再來就是他的那個戰錘兵跟這個波蘭翼 戰錘兵的話上次有被削弱了一下下 因為之前 可能是因為戰錘兵太便宜了 然後肉盾效果非常好 我記得他被砍血量還怎麼樣 不要忘記 我們上次那個步兵改版那個影片 有提過這個戰錘兵的事情 然後金罐跟銀罐的科技分別是這個 銀罐是可以減騎士的黃金費用 但通常啦 也不會說就第一個時間上城堡 就去升這個貴族特權 因為他這個科技也是要耗不少資源 所以你就是 除非你是長期要打這個城堡的騎士戰鬥 不然這個科技就不是到特別強勢 但如果戰鬥拖得過長的話 這個東西還是蠻強的 再來就是青騎兵可以造成践踏傷害 這配合波蘭翼是可以打一波很強的 垃圾單位的一個進攻 好剩下就是 青騎兵系列可以對工兵攻擊力加1 不錯 這就是他的大莊園 大莊園的話給各位介紹一下吧 有因為很久沒出來還是都看一下 大莊園的話他的特性就是 旁邊興建的農田可以直接收這個 10%的食物 所以你大莊園這邊是可以直接造8片田 你每他每次跟好一片田 就可以直接回收這個 10%的5%還是10% 剛好忘記 哎看一下大莊園是回收 10%的食物 對也是很不錯的一個經濟加成 前期的一個赤猴的互相比拼 然後看到的是朝鮮這邊開始圍牆 這張地圖要圍牆也是稍微的 也是蠻關寬闊的 不過樹林部分比較多啦 所以就還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剛剛這個村民有受傷嗎 所以波蘭的村民是會回血的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 我們這邊已經兩倍速了 這個回血速度 在黑暗時代也是 算偏慢 算偏慢 不過有回總比沒回好嗎 這個村民會維持在比較健康的狀態也還行 現在的話看到的是我們的波蘭這邊是進入了 封建時代的升級當中 大概是20p 19p 20p的時候進封建 非常早 看是不是有機會要出一個肉馬前壓 不過應該是棒棒前壓才對 看一下他這邊的選擇 沒有看到軍 所以應該不會是一個早期的棒棒前壓 那 的朝鮮的話呢 這邊是直接圍牆 那一直在講圍牆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他要上城 不然沒事真的不會現在版本會去圍牆 因為圍牆的意義就是要去上城堡 打一個城堡兵 寶兵的一個戰術 城堡兵不一定是指那個城堡裡面的特殊單位 有可能就是打弩兵 或是打騎士之類的戰術 忽然這裡下了軍營 然後助列上是沒有看到民兵的 這一馬就拉了 果然是要打這個肉馬吧 忽然要打肉馬的戰術 因為你看他第一時間上風的時候 並沒有先拉下這個軍營前壓棒棒 你就知道他不會在 封建的時候去 就是在升封建之前去照棒棒前壓 這邊都是雙開伐木場 看到朝鮮這邊是雙開伐木場 然後布蘭這邊也是雙開伐木場 因為這裡這張地圖的那個樹林 是相對比較 每一蟲每一蟲是比較稀缺一點 就比較小蟲 所以開雙伐木場的話可以確保這個 樹林不會太快被踩空 因為這這個一些 有些防守位置被踩空還是蠻麻煩的 但這邊也都選擇的很不錯 而且雙伐木還是會有一些比較好的保護效果 像是你的伐木場被騷擾的時候 可以快速的轉點到另一個地方 那這邊都是先踩這個比較靠內陸的 木頭的部分 但是因為布蘭這邊 布蘭這邊的這個牆比較尷尬一點 只能選擇這塊跟這塊 不過這邊也還好這邊看起來就算挖空 這邊還是蠻容易可以圍起來的 兩邊都直接圍圍牆齁 所以應該兩邊的意圖都差不多 而且朝鮮這邊也是兵工場然後下軍營 等一下應該也是要準備走 這個生成的一個路線吧 那不排除等一下會有一些小小的進攻時間 但是因為兩邊 城牆都圍的算是蠻多的 就是圍的蠻完整的 所以這邊要進攻應該不容易 那他們應該就是直接跳過的 對 封建時代直接跳過 兩邊都是走一個直程 也沒有到非常極限直程啊 因為你看這個生成的時間是比較靠後 但本來對戰就不可能做什麼完美的路程 一直都在講這個流程是你就記 但是記的同時就是你還是要因應你的對手 去做一些不同的改動 而且這裡朝鮮其實是有 先生的這些工兵的 這邊上城的第一時間就拉了六條的 六隻的弩兵過來這邊要做前壓喔 這六隻不要小看喔 壓力也算是蠻大的 尤其這個木牆 最好是祈禱他能守住 因為這個城堡要是沒先拉起來的話 這個弩兵進來死傷慘重 操作起來這個村民是 會倒下非常快的 你看到這個弩兵潛壓的這個時間點 timing也是抓得非常的精準 家裡看一下是有 看一下這個朝鮮這裡 兩個射箭場一個軍營 在 在牆壁拉了 但是進來之後應該就會發現有城堡 還好只死了一個肉盾 長槍兵 這個斗力兵直接 先鋒直接死在前面 沒有關係喔 換點 看到這個朝鮮是繞了一個圈之後 去找看有沒有其他點位可以進攻 這邊算是側翼比較薄弱的部分 但是如果 不然這邊有發現的話呢 應該還是會先造建築擋起來了 這邊先下一個師生中心 而且這位置應該拉的算是 非常到位喔 應該是很難射到他準備站在這邊的話 倒是可以射到了 看一下這弩兵 有沒有機會 阻止他們建成中心 我覺得村民應該會死掉 這個村民應該來不及 哎呦 反應不錯 反應果然是高手級的嗎 啊沒有還是死了一個 可憐 哇 就這個這個石料在這個位置略尷尬 略尷尬 還是被射到了 七點射程這邊剛好一二三四五五六七剛好射得到這一 哇可憐 這個師生中心拉不起來 不過也可以選擇走到這邊去去蓋啦 這邊我覺得應該也可以拍一個村民在這邊偷蓋耶 可是這已經是被攻擊進來了 你看到這個朝鮮這一波壓制是非常兇悍喔 嗯 多打十四十三個弩兵直接衝進來 然後現在波蘭因為是要走一個開礦的流程 那騎士現在只有兩隻 而且這裡是直接壓到私人中心耶 哇靠 這朝鮮這裡非常的囂張啊 這邊趕快快把這個 敘速防射直接拉起來當牆 非常的 反應非常快 啊這個強拉的也是非常到位 這利用私人中心跟城堡其實也殺了不少的弩兵了 但是弩兵還是有他的操作性 而且對手波蘭這裡的騎士暫時是沒有生到兩攻 不是兩防 好那朝鮮是生了兩攻 就代表說他騎士要抗艦是比較相對困難的 而且沒有肉盾情況下這弩炮要打工兵 會被操作的蠻嚴重的 這進來的這一波 哇朝鮮這一波進來的弩兵 第一大攻啊 這個創 撬動地球 好撬動地球 回頭趕快把後面的私人中心給修起來 以免擴大這個戰損 這邊還有七條的 努兵在這邊肆虐 你可以看到這個朝鮮在家裡就是一直往前去補這個 努兵嗎 一直往前送 有機會就要打死對手 至少要傷到對方的經濟 但是 看起來是還好 朝鮮這邊是單TC在做強軍事 所以現在 村民的數量 朝鮮這邊會暫時會暫時跟不上 但是 欸波蘭這裡的話就已經是上到3TC了 所以等一下波蘭這邊的經濟應該會稍微的 比較偏優勢 所以現在朝鮮沙拉村民對他來講都是有意義的 因為 你要先 你要先 對方是採經濟爆經濟的打法 那你就要 干擾對方經濟 這也算是 不管是二代四代三代什麼的 都應該是蠻正常的一個 意識的判斷 包含不管任何戰略遊戲 即時戰略遊戲應該都是這樣 對方爆經濟 你強壓 你一定要打出戰果 不然你 你單軍是強壓沒有打出戰果 暴經濟這邊 不要失誤都會贏 畢竟經濟大好了 他要暴什麼都可以 應該這村民差差距就開始拉出來了 已經差到了五個村民 但是非常多 那剩下 你看這些弩兵在這裡存活超級久的 然後波蘭是選擇直接用這個弩炮去做防守 應該沒有問題啦 接下來這邊應該就動不太進來了 不過這幾個弩兵進來的成效是非常不錯 這村民處開始有落差 那 跑險理論上還是會開礦 有了 開了3TC 直接在中間這個黃金谷的部分 直接拉起了城市中心 來做 做這個資源採集 但是波蘭也不是省油的燈 波蘭這邊也是要控制 底下黃金谷的資源 所以這邊是拉村民出來 直接把這個城堡給修了起來 那修城堡的話 在城堡時代要推是不容易的 除非你造大量衝車 但是這個衝車有風險 對手要是一個村民 或是什麼騎士過來 操作得當 你的衝上車可能七八台直接被 被爆掉的話 對你的 這個 經濟的優勢 就是經濟損傷是非常大的 因為衝車也算是非常貴 你要花蠻多時間的 所以一般來講 建城堡不會硬要在城堡時代把他推死 除非你有把握說你推死這個城堡 你有辦法拿下再養勝利 然後你可以看到朝鮮這邊在利用他的文明優勢 在這邊直接下防禦箭塔 非常的划算 而且這個位置城堡射不到 但是防禦箭塔射得到這一片黃金框 雖然上面還有紅金框 但能封多少算多少嗎 你看這個防禦箭塔 蓋這邊也是非常刁鑽 哇 1500滴血嗎 你看 十點射程 目前波蘭的這個城堡 因為還沒有生兩射的關係 沒有生二射 所以他的那個射程還是八加一 而且這邊是直接上了兩個防禦箭塔 看來是怕對方直接過來砍之類的 這上兩個防禦箭塔非常穩喔 非常穩 側翼的部分朝鮮還是造了非常多的弩兵在側翼壓制 現在波蘭看起來是相當的弱勢 現在波蘭現在被 剛剛前面那一波直接衝進來殺了村民 然後現在軍事壓力又非常的重 你看朝鮮這邊打的是非常的侵略性 而且現在看到波蘭在這邊下了一個城堡之後 朝鮮在旁邊下滿了所有防禦箭塔 確保這個村民沒辦法出來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但是波蘭這邊要硬下城堡了嗎 那又要比誰造的比較快 這個村民拉出來兩隻是要搓村民建造速度 哇這邊有14個村民在修城堡 然後這邊的朝鮮兩個防禦箭塔哪個會先完成 我覺得防禦箭塔這造起來的話應該也來不及 所以是直接要放棄了 因為城堡看起來是比較優先要被修完 修完的話這兩個防禦箭塔成效就不大了 應該是守不住 因為就算防禦箭塔再強也不可能打領城堡 城堡直接在這個防禦箭塔範圍內的話應該就沒有什麼成效 但是可以看到這個朝鮮後面是城堡實在直接做了一個塔推 通常看到這個塔工都是在封建 封建中甲塔阿什麼的有的沒的 現在是城堡防禦箭塔 非常不一樣的一個打法 看到朝鮮是充分利用自己的這個防禦箭塔的優勢 這邊採木頭了 現在斷木頭很痛苦阿 那看一下這波蘭的話 這邊還有木頭可以採喔 但這邊應該是採不了了 然後這邊也採不了了 因為這邊也是被這個頭子車給封住 所以朝鮮這邊是同時利用自己的防禦箭塔之外 也用了自己的頭子車的一個打法再做一個壓進 然後把對手的這個防禦的範圍給壓破住 然後這邊的弩兵也是進來的 17隻的弩兵 但這裡 波蘭的一波頭子車有丟到 但是這個一發下去之後 這個頭子車 對就直接點爆了 這個弩兵操作的還是非常棒 剛剛那一波分兵是分得非常漂亮 直接一分之後那個頭子車就沒打到 但這進來之後 因為家裡四人中心還是蠻多的 弩兵要進去殺傷的話 看起來不是特別的容易 我太敢進去 他那個 這一波成效應該是還好 而且兩邊都在升帝王了 可以看到波蘭這裡的帝王時代 是比較快的 已經是拉到了75%了 然後兩邊村民數看一下 這個是 86對88嗎 所以兩邊村民數是補的差不多 你看這個 朝鮮這邊也是補到了87個村美 然後波蘭這邊也是89個村美 所以兩邊經濟上是沒有太大的落差 但是這裡總規看一下的話 是朝鮮這邊打的相對比較壓制 你看外面這裡 所以黃金谷這邊是被 防禦劍塔直接圍住 所以 現在他要出去的話 只能從上面出去 但其實這兩個防禦劍塔 現在看起來成效是還好啦 因為只封了這個金礦 上面金礦還是可以造財 所以兩邊那個黃金進帳 暫時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這邊的朝鮮弩兵 也沒有說去殺傷到太多的波蘭村 對是沒有問題 而且這裡是沒有辦法發現的 超過還是會稍微分神一下 只是說現在朝鮮四周圍整個都是防禦劍塔的一個防 防守範圍之內 還是比較麻煩 到處都是防禦劍塔 朝鮮打的是直接把對手包圍起來的一個打法 那兩邊如果都上帝王的話 一定會有一邊先出這個巨頭 看到是波蘭先上 對波蘭先出巨頭 有可能會先拆市政中心 因為畢竟市政中心算是一個比較juicy的目標 就是比較好拆除 一發下去兩千四而已 這血量很低 你看丟上去大概扣個五六分之一的 比拆城堡還要更快 所以通常會先拆市政中心 而且可以讓對手的經濟收益會變相比比較低一點 因為市政中心只要倒掉的話 村民生產也會受影響 放資源也會受影響 那朝鮮這邊已經是也準備要上到帝王時代了 那朝鮮應該還是走這個努兵的戰術 所以等一下應該會轉強努 那波蘭的話騎兵國 所以是轉這個騎士 騎士戰術 所以等一下應該會增升一個騎兵上去 而且這邊看到也在升這個鐵鏈甲的 三防也準備拉上去 對抗工兵 就是先拉防禦就對了 上帝王時代了 朝鮮免費升級大型劍塔 我們看到這裡 這個大型劍塔直接升上去 兩千兩百五十點的血量 也是蠻麻煩的 不過到帝王時代這個大型劍塔 效益相對就比較沒那麼有威脅性 應該是還好 現在應該要進入到一個帝王的一個 後期戰爭了 兩邊 連擊都打得算是不錯 我覺得波蘭雖然是被壓在家裡的感覺 但是也是防守住 而且村民術兩邊是基本沒有落差 分數也是追 算是追平 沒有說真的輸多少 這邊就是看最後這一波 有多帝王時代的 冰種組合的比拼人 四周圍的話看到這個 朝鮮還是不斷的在下他的大型劍塔 在壓制這個波蘭的經濟 這些操作都是有意義的 你看到這個家裡你看 波蘭家裡的羹田就會受到影響 那這裡的話是派了一些騎士 去外面抓朝鮮的投資車 也算成功 騎士這邊好像也拉了一個科技上去 來看一下應該是那個貴族特權 然後剛剛看到是銀貫科技對 貴族特權五百十五三百黃金 拉上去之後騎士的 這個黃金成本就降低60% 所以現在波蘭的那個騎士成本非常的低 而且到帝王時代點這個科技是相當的划算 尤其這樣是黃金股 所以從中間掌握了這個金框之後呢 你的黃金源源不絕 你的騎士就可以源源不絕 而且現在波蘭因為是先上帝王的關係 巨頭相對會比較多一點 那對於朝鮮來講 他現在是必須拉村民去修他的城堡 這個時候誰先掉城堡誰就倒霉 那這個強弩兵有沒有要先點這個村民呢 看起來是有 但村民還是硬修了起來 這邊有三座城堡 直接壓在同個地方 我覺得這風險算是蠻高的 壓到三座城堡對手如果要是火力優勢 就是火炮優勢的話 這個三個城堡會瞬間直接被推平 我覺得這個波蘭這個下三個城堡在這邊有點 有點 好你可以看到朝鮮是已經在推升推炮了 這就是我說推炮其實很優勢阿 不要小看這個推炮阿 而且推炮打巨頭是完美客製 因為巨頭不能移動 所以你看這個火炮出來 朝鮮有火炮就是不一樣 那側翼這邊也可以看到的是 大型劍塔是封鎖了波蘭這個角落的經濟 至少這幾片農田是不能工作 相對也是比較麻煩一點 而且當地圖本來資源就夠稀缺了 你這邊樹木被封這邊樹木被封 你只剩這邊的樹木跟這邊的發展 而且這邊比較靠外面 所以相對比較危險 波蘭這個石頭也是真的多 到處都是城堡 可是波蘭城堡看起來是抵不過三台火炮的摧殘阿 這火炮還是非常的難搞 而且因為是機動單位的關係 你看這個巨頭要丟 除非運氣夠好 不然應該丟不到 你看火炮 火炮是完美客製巨頭的 巨頭只要一組裝火炮過來 點幾下就爆掉了 所以現在出巨頭這一方 一定是被火炮給克死 現在朝鮮轉這個火炮是非常聰明 而且你看中間黃金谷的部分 朝鮮這邊已經是29個在彩虹 30個在彩虹 但是其實波蘭這邊也沒有很差 波蘭這邊村民也是一樣 補到130個村民 但是這些火炮是相當難以解決 但不要擔心 波蘭家裡還有大量的重裝騎士 我們等一下就看一下這波重裝騎士過去 可不可以快速的抓掉朝鮮這些火炮跟他的強弩兵 或許有點困難 因為強弩兵還是有操作性 而且重裝騎而已 血量可能不及遊俠那麼的屌打 140連血 但是強弩兵攻擊也是非常高 加上有操作性 你看這是我剛剛講的 波蘭把三個城堡全部拉在一起之後 這個城堡被拆的速度是幾塊 而且三個火炮 你這個再繼續修也是 有點徒勞 哇 這個頭子 巨頭竟然還丟到一台 真的是斗死運 真的是斗死運 好 騎士出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波蘭這次騎士的進攻能不能獲得的成效 這個火炮還是有一個範圍傷害的 有看到 有看到 哇 這個火炮 猛的 這中央旗直接被丟了三八火炮下去之後 整個範圍重傷 哇這不行 就是我說的這個火炮其實 就真的很強嘛 不是我在跟你們打比賽 如果你真的有那個時間跟成本去出火炮的話 我是覺得出火炮絕對沒有問題 尤其他在打單位上也是有優勢 而且他也可以拆城堡 兩邊分數目前沒有太大落差 因為這堆騎士還在 那就看一下波蘭這波騎士要怎麼打 波蘭決定要衝正面了 因為這些火炮看起來是需要去處理一下 火炮還是有一個不錯的範圍殺傷 但是 朝鮮這邊全部以一個遠程為主的單位 對於純淨戰來講還是有點吃力的 這邊前面還混了一些長擊兵 這些騎士看起來有點無力啊 這幾兵擋在前面擋得非常好 而且朝鮮這邊的火炮也操作得非常得棒 這個完美的窄口擊殺 這邊導致說波蘭是直接不打的 直接衝去朝鮮家裡要殺村民 可是朝鮮後面這裡的箭塔 超級多 到了四個大型箭塔 就算是騎士也是扛不住啊 你看這一波 朝鮮這一波防守是極度的漂亮 他這個預判 就是覺得對手如果衝進來的話 他有大型箭塔可以做防守 但是有大型箭塔在後期的效益很好 免費升級就是不一樣 豆香 結果波蘭在下面下的城堡是全部被拆掉了 我覺得這邊打到這邊 好像已經輸掉了 好像已經輸掉了 怎麼說 剛剛那波其實 在打之前兩邊分數是持平的喔 可是打到這邊之後 這個城堡直接被拆了四座吧 對於波蘭這邊來講 他已經沒有死掉再升城堡了 那這些強弩兵的話 好像也處理不了 如果這時候 波蘭這邊不轉兵的話 光用那個重傷騎士打不過 打不過 而且波蘭是沒有遊俠啊 所以他其實沒辦法升遊俠 他現在也沒有在升波蘭 他現在才開始轉毛兵 因為你這個組合用戰毛打的話算是不錯 用騎士的話是真的被克死 因為現在對手是直接出個擊兵的 擊兵是完美克制這個 東莊騎的 那你這時候 繼續用騎士要硬攻的話 應該是攻不下來的 雖然說波蘭 因為其實波蘭剛剛研發的那個 其實騎士的那個科技嘛 就是貴族特權 所以他的騎士黃金費用是比較偏低的 也就導致說他那一波確定 要用騎士進攻的戰術還蠻不定的 就有 一陣子是沒有去做轉兵的 但是這裡看起來朝鮮的大軍已經是壓到門前了 而且這個戰毛兵轉兵的速度看起來是有點慢 而且現在軍營是在外面被壓制還卡人口 哇 這怎麼辦 這村民是不是 村民生了120個 但是他只有150個人口 對118個都是村民 剩下軍事單位這個 有點麻煩喔 經濟有了但是 軍事單位顧不上 然後朝鮮這邊的話已經是大量的 40幾隻的強弩兵再加上 好多的火炮 5台火炮 6台火炮 而且前面還有頂住這個幾兵 這裡 波蘭是完全來不及轉兵 這轉兵應該是跟不上 而且外面出兵點是直接被壓住的 出兵點在這個位置 對方朝鮮從這邊上來是直接把出兵點給壓死 這一波直接衝進來火炮完全阻止不了 好多 這是 忽然一瞬間的直接逆轉的一個比賽 你看這個火炮 你要怎麼打 他過來 騎士過來點 強弩就點你 然後火炮往後拉 對不對 就這裡 我們操作一下 哎呀 這邊疏忽的操作 因為今天朝鮮應該是覺得自己蠻穩的啊 確實也是蠻穩的啊 你看中央騎是撐不住攻擊 然後 進來火炮拆建築的速度又一等一的快 這強弩是直接把 波蘭直接壓出了他的這個 原本家的位置 這東西被拆掉了 出兵點一個一個被拆 那 現在 再生強弩 再生這個毛兵的建築只剩這邊 但是這裡 也 抱不出單位齁 所以這邊也只能忍痛打出GG 非常精彩的比賽 好 那看到這邊不要忘記了 幫這個影片點個喜歡 支持一下頻道跟影片啦 那我們一樣還是會跟各位帶來更多的 施力流亂的精彩比賽 那這樣稍微總結一下 這樣比賽我覺得波蘭算是 最後輸在兵種吧 我覺得他並沒有輸太多 尤其到帝王那個時候 他真的沒有輸太多 但是那一波交換太虧了 他的騎士全部都大不過 但是他還是得衝 然後朝鮮這邊不得不說 他做的是防禦是做的非常之完善 你看這個大型劍塔 直接控制中間的黃金骨 那對於 波蘭來講他已經沒有黃金的進帳 這張地圖只要中間的黃金被拿走 你基本上打不了帝王 因為對手等於是金礦是無限 那黃金兵本來就比較強 就是相對他質量比較高 所以黃金兵的話 你有這麼多黃金去做 黃金單位 你在後帝王的推進是非常有優勢的 然後這場比賽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火炮有他的一個優勢在 就不要想說火炮為什麼大家都不升 你有餘域就升 像這樣地圖你控制了中間的金礦 你升火炮就沒有什麼壓力 你要升火炮是完全沒有問題 OK的 而且火炮在面對波蘭這邊的巨頭是 直接屌壓 然後包含中間這個城堡下的非常密集的關係 導致說 好險在推這個火炮是瞬間過來 就是四座城堡一起收掉 變成直接就掉中間的金礦 而且 嗯 波蘭這邊雖然是打他優勢兵種騎士 因為黃金也比較低 可是那一波雖然是黃金比較低 也是要黃金啊 那一波騎士的那個分數也是非常高的 就是那一波質量也是非常高 他過來打 也沒打掉多少單位 然後看到火炮五六臺吧 不知道剛剛是 剛剛那一波好像四五臺吧 全部砸中一個範圍之後 那個騎士是直接中傷哦 完全衝不進來 然後加上這邊的黃金礦又是有一個 很像天然窄口的感覺 所以 最近戰單位是極其的吃虧 然後決定要來這邊打這邊黃金礦的村民的時候呢 後面三座的大型劍塔又發揮了很好的防禦效用 非常 防守真的做的非常到位 這樣朝鮮是打的又激進 防守又做的非常好 所以 這樣波瀾就只能 只能GG了 好吧 OK那這樣比賽跟各位帶到這邊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一樣期待下次更多的152對戰 一樣會跟各位帶更多的 不管是觀眾投稿還是天梯觀戰 我們會隨時可以各位帶精彩的一個轉播 那我們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了 拜拜 拜拜